汪蕭康也是想问电动车相关的 就是2845已经是ETF来的 他167.8买入 他也想问一下怎么看前景 究竟今年电动车还会不会是今年的大主题呢? 他说升幅会不会缩窄一些比去年的话 如果说2845之外 会不会有其他更好选择? 其实因为2845就比较阔 如果你说在主题上就不只是电动车的 其实电池也关他事的 其实大家如果留意 就会见到他的电池股 其实这段时间也不受惠 你见到宁德时代那些都弱了下来 这个其实我会想一样东西 就是究竟会不会关于 因为韩国LG那边 接下来有一个很大型的IPO 是关于电池的 会不会在这段时间分担了一些电池股的资金呢? 所以其实我自己会看 这个当是一些短期的气氛上的气氛 亦可以参考就是 会不会在2月的钱才肯 一起再推升一些整个全球和电池股相关的东西 当然我会说 我们自己就没有投2.8.4.5 过去一段时间我们经常说 我们是想投整个环球的产业链 因为这个板块我们觉得正是正在 不要说是难得 但是最重要的其中一个板块 是不止只是中国在走这个方向 是全球一起走的 所以我们自己如果我这样回答你 就是在相关的板块里面 如果是最简单的 可能比较多人反而反过来看就是LIT LIT 也是Global X 另外一支ETF 在美国上市的 但是它会涉猎的范围就会更多环球 但是里面如果我没有记错 也有比亚迪亚类似这些中资的股份在里面 就是LIT 即是在美股那里可以买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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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就耐很多历史 就不只是纯买中国 这里很有考虑 但这里不充满地的范围 这是个温满地的范围 这些满地的范围 too重rado 一块という厚度